那就是周泰,我想问Andy,除了Tesla,有没有第二个是认为可以每个月的草获是美股可以考虑呢? 嗯哼,我觉得就不需要特别去选择到太高风险的 因为其实,就是我知道大家很多时候都想找第二个Tesla的,那但是我又反而我会觉得有时是一个,就是如果月工有一些很长线的 最重要是看自己看不看到究竟他的生态圈会怎么走,或者他的发展会怎么走 因为始终我觉得那个生态圈的可行性,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就说Tesla就是我们见到Tesla的预视性是比较容易看到 还有将,就是那一下就会看到如果有什么事他做不到,就是你很容易看到,就是从自己幻想 那所以就未必说要买到太夸张,买了整个梦出来的,反而相反实在一点的呢,我自己觉得呢 其实Apple,Apple当然大家都说Apple这种这么大名的东西,好像不是很多的憧憬 但是我们自己觉得呢,其实Apple现在是不断地在转型的,转型的情况呢 就是其实我们觉得他的生态圈呢,现在市场不是很多人,不算太多人说 他的订阅,怎样混合进去他那个整个生态圈,就是现在不是大家听到最近 就是刚刚过一个月突然抽得这么急的Apple,就是因为他那个手机 硬件上面做一个订阅制,是不是?那其实呢 我觉得用一个用户体验的角度先讲,我明白很多人 都不是很喜欢去买自己的旧的电话,那我曾经 都不喜欢的,那但是呢 就是其实来自于其中一种的 阻碍啦,或者两个啦,一个就是 大家觉得不高,OK,第二个的就是 因为大家会觉得,喂,究竟我信不信 我的数据真的OK呢?OK,其实 还有第三,就是说,但是这个就是 你换手机都是不是有这个情况的了,就是 就是换,就是究竟那些 data 怎么transfer,那我觉得 头两者,如果你说 后者,关于安不安全呢? 那我自己就,就是 这段时间都终于试过一下 一个,就是将部旧机去trade in 那种感觉呢?其实突破了 第一次呢,其实就发觉原来不是很大件事的 甚至其实是,就是 当然了,那么他们可能这staff 都会讲得好听一些的,就是说他们的 其实是,就算外面是没有什么人 可以突然怎么去破解那些东西,那 那我不懂这些,那就相信 那但是Apple就是有这个 令到有这个信心,相信他 是的,就是这个credibility 都是令到为什么他会有premium 那这件事就重要了,因为 你有credibility呢,就有机会 令到那些人愿意去这样去 去换手机呢,也不介意了 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 当你如果觉得那些东西没有什么 re-sale value的时候呢,就是你的 depreciation很高的东西的时候呢 你其实你放在家里呢,你都会觉得 是一个,就是虽然不大件,但是 你都会觉得是慢慢会烦的 那所以其实他行这个subscription 就是呢,其实我觉得是会 令到一些人 多人用了,那而Apple 的特色就是因为他的黏性很高 那么他那个,那个 无论他之前用cloud 那些subscription已经走着,走得好 那变了其实大家对于 换手机的那种感觉呢,其实是很 长快的,坦白说,就是你换 一部手机,OK,你转一转 scan一scan那些,不知道 一粒粒的那些,不知道是什么code,不是QR 就是圆股那一块呢,是的,那 很容易就转了些data过去,还有 你的data你全部用得 Apple的人,我现在很少没有听过 人说我用Apple,不用Apple的cloud 是的,那其实我会想 一件事的就是,刚才不是说 privacy那件事的,那你本应 就已经用他的cloud,你还害怕什么 privacy呢,是不是呢,所以 整件事你就会看到,如果你 只要肯达出,就是你想 就是我其实都是这样去 认识的,就是譬如我这些都放在cloud 我不用怕你呢,那是不是,那 就给你看完了,那跟着 所以电话的话,其实有机会 这个是突破了一个 大家看到IDC出很多数据 他说,那些手机是有真的饱和 那饱和的感觉是 大家换手机是比以前 换得慢了,嗯 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厉害的 那些硬件,变成不用一直换 那在这个情景下呢 那你就会开始想,哦 整件事就,Apple 其实不断转身,连硬件 都转去玩subscription 但是其实这一样东西呢 不是其他公司那么容易抄的 你要去想的就是 可能Google自己的手机 可能不可以,但是你要想想 如果你不是在用Google的手机 你是在用其他牌子的手机 你愿不愿意将你的某些东西 摆到另外一个牌子的cloud 又是另一种突破位 就是要冲破心理关架位 那所以这个是Apple我们看到 他的生态圈,还有这件事 做到他的户城外 是其他公司未必那么容易做到的 那这个是,在这个业务上面 大家可能,哎,这些就是用户体验上面 比较容易感受到 其实有一个位呢,其实整件事 这个生态圈 其实整个loop呢,今时今日呢 你无论看新能源车啊 或者看这些手机上面 Apple近年已经做很多,为什么他愿意 跟你做一个train,其实因为他有 一个挺好的recycling 那么,其实大家如果想一下 recycling那里,其实我们之前 也有跟大家讲过 这一个即凡是环保 循环再用的东西呢 未来这十年呢,会突然间 那个valuation或者突然被人重视的程度呢 会突然高了很多的 就是我们讲过好几只股份 都有这些概念 那么其实Apple我们觉得都会有的 因为其实你用他的手机 他又自己去recycling 那么他又再出一些新东西 那么recycling那部分呢 又另外可以将来 有一个公司的valuation 放下去了 再加上ESG 有机会又加回 那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个loop呢 就其实是突然间 是比起以前我们觉得 Apple有手机电脑 接着有cloud 觉得OKOK 但是当这样摘起来 这一刻呢 我们几有信心 就是会 开始会越来越多人 愿意去用Apple的手机 然后trade in这个模式 令到他的生态圈做大了